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的牧人青草地来到猎王纪上20章 过去17到19章 猎王纪上花了很多的篇章 来记录先知以利亚的侍奉 到了今天的20章 这将场景全部转换到整个中东地区的国际形势 一直以来都以以色列为敌的亚兰人 再次向以色列来挑衅 并且亚兰国的国王变哈达 这次还带着32个王来围攻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 第一次他向亚哈王说 还要拿走亚哈家一切的人事物 亚哈王很奇妙 他知道他自己完全没有筹码 所以他就答应了辩哈达 说好啊你都拿走 第二次辩哈达就向亚哈王索取了 除了他家以外的东西还有仆人 连他国中所有的臣仆 所有的东西也都要属于他自己 这一次亚哈就召聚了国中的长老 长老们就要亚哈回答 不要听从他 不要应允他 在这样的情况下 亚兰王变哈达就正式向亚哈宣战 而两方就用当时候的礼语来取笑对方 壮大自己的势力 最终亚拉王就摆对安影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先知来见亚哈 他说耶和华如此说 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 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并且先知继续说 要借着神长的少年人 并且亚哈亲自率领 于是亚哈他就带了两百三十二名的少年人 和七千名的士兵出城 去跟亚兰人迎战 这个时候觉得可以轻轻松松 攻取以色列人的变哈达 就在他们的帐篷里面痛快喝酒 然而如同神的应许 即便有一大群的亚兰人 神也必将他们交在亚哈的手中 于是以色列人果真的大大击杀亚兰人 但是在这个时候 先知又出现 还有来告诉亚哈王说 你要小心要防备 因为明年亚兰王还会继续来攻击 以色列一次 吃败仗的亚兰王他认为 打败他们的神是三神 所以呢 这位神这一次就把他们打败了 如果下一次在平原打 自己就一定会赢 所以到了第二年 便哈达亚兰王 他就再次的白正安营 而以色列也出来迎战 但是双方的人马多寡是相差甚远 圣经形容 以色列人的军队是两小群山羊羔 而亚兰王他的军队则是满了地面 这个时候没有放弃以色列的神 他再次拆派先知来告诉亚哈 让亚哈知道即便便哈达这样说 但是神必将这一大群的亚兰军队都交在他的手中 为了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 帮助他们的是万军之耶和华 第七天了 双方正式开始交战 结果以色列杀了亚兰军十万 其他的都逃到亚浮城 而城墙倒塌也压死了亚兰军两万七千人 便哈达则自己逃到城里的屋子里面跟他的城仆们 这时候他的城仆就劝他去跟亚哈讲和 于是他们就去了 一讲和不得了 亚哈王他就心软 他就真的让便哈达答应归还亚哈的城市 并且还跟便哈达礼约 如此放过以色列的敌人亚哈 一方面看起来是对敌人仁慈 可是事实上是对自己国家的人民残忍 他更是违背了拯救他神的命令 于是一位奉神命令的先知 就也同样的对同样是先知的同伴说 你打我吧 而那位应该要遵守神命令的同伴却不愿意 以至于最终被狮子咬死 接着这位先知又叫另外一个先知来打他 被打后的他蒙上眼睛 改换面目 去到路旁等候亚哈 他就编造了一个相似于亚哈处境的故事 想请亚哈为他申诉 当亚哈认出他是一位先知之后 这位先知就向亚哈宣告他的审判 也就是亚哈将神要灭绝的人放走 那么亚哈你就自己代替他吧 甚至连亚哈的人民 以色列也要代替亚兰国的人民 这是一个多么悲惨的宣告 原本应该是带着胜利的凯歌归国 但就是因为亚哈的不愿意听从 亚哈带回皇宫的却是二号 打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一定会打败仗的亚哈 神却要他看 看什么呢 看神要亲自为他施行大能 打败敌军 溃散敌国 事实上亚哈都经历了 他经历了他当初所没有看见的 但是神却让他不但看见又经历 但是经历了以后呢 亚哈却更加依靠自己 不但没有听从神要他所做的 反而背道而驰 做了完全不讨神喜悦的决定 弟兄姐妹 亚哈的生命会是我们的生命吗 虽然亚哈过去是一个很糟糕的王 但是在危难当中 神依旧伸出他的手拯救亚哈 而我们的生命历程不也是这样吗 过去我们或许做了很多的错事 常常活在痛苦当中 但是当神伸出他的手来拯救我们以后 我们有更加顺服神吗 还是我们会像亚哈一样 虽然有经历有看见 但是却不愿意顺服 反而使神更加的生气 求神帮助我们 当我们看见神的应许工作和能力之后 是更加的顺服与谦卑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要向你献上祈求 求你自己亲自来带领我们的生命 是更加的温柔谦卑 是更加的顺服 更加的愿意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 主当我们看见亚哈的故事 他自己都常常经历神迹 可是他却没有更认识你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的生命要常常经历神迹 更要更多认识你 以至于更多的将你的名 在我们的身上显为大 求主恩高帮助我们 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